不是晶元 台湾还可能丧失建军主导性 更有专家认为 这法案等同是宣告 如果两岸开战 美国不会出兵帮台湾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通过新版台湾政策法案 包含要对台湾无偿提供 5年65亿美元的军援 若是大陆侵台 美国将制裁大陆高官 同时建议我驻美代表处 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专家说这代表美国 将全面介入台湾建军 我国将丧失主导权 重点是这65亿 是给军备不是钱 给的军备还未必是军方要的 台湾别高兴太早 就会削肉 我美国就在那边赚到了 有专家解读这法案条文 等同宣告若两岸开战 美国的动作只是制裁大陆高官 根本不会出兵援台 哪一个字想到台海一旦出事 美国会出兵 非常明显 就是我给你这些军援 给你这些东西 然后你台湾自己打 有机会的话 继续再提供你一些武器 然后我帮你谴责对方 我帮你国际制裁对方 剩下的个安天命 美国摆明就是这样不是吗 真的以为那45亿是钱啊 光是训练费可能都不止了 新门台湾政策法 实质利益还不知道 但以严重激怒对岸 就花在美中两强互斗萨 台湾恐沦为斗争萨的牺牲品